戴上 这里不许大声喧哗 何经历 所以是你在同一时间 登陆我的账号 我们就一起进入了小说 那你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 我当时就是随便看了个新闻 网红看店已成年轻人消费风向标 而在网络意外走红的盛耀酒店 颇受瞩目 其创始人麒麟 今日与个人社交账号回应 感谢各位的关注 盛耀 麒麟 这名字也太结克促了吧 那就借用一下喽 你不知道麒麟是我的名字吗 而且我们上学的时候还见过 我还给你写过一封没送出去的情书 对不起 以前上学的时候你就选择无视我 后来我酒店倒闭的时候 还故意写小说用我的名字挖苦我 在盛耀还跟我处处作对 一句对不起就想混过招 当然不止一句对不起了 你看我这不是来带你拥抱大自然了吗 还望弃送您海涵 拥抱大自然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嗯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再也不分开了 嗯 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嗯 你在小说里写的温斯顿家族的祖传戒指 一旦送出就无法收回 而我在现实世界里也找到了第二钻戒 一生只能送一个人 寓一一生唯一真爱 代表着我向你承诺 一生只爱你一人 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 是你让我拥有了面对失败 又重新出发的勇气 你愿意和我一起 去开创一个全新的盛耀酒店吗 戴上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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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想你 请你回忆我